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音阶去帮我们练习 你们可以在完美钢琴当中找到C4这个琴键 然后跨一个度找到C5这个琴键 C5往上弹 一边弹一边发E 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细腔的一个发声位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要去找到我们唱歌当中歌词的一个位置点 和刚刚的E是一个状态 这个E呢 它就好像是跟导火锁一样的 把这根导火锁找到之后的话呢 我只要把这根导火锁点燃 那么就炸了 就这意思 我们现在唱歌也是一样 E这个位置找到之后的话呢 比如说我现在唱赤灵 E抬 E下 E人 E走 E过 每一个字都在E的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为什么第一步是要先找到这个发声状态 因为它能帮助你第二步 快速的做到这个细腔的咬字 第三步呢 再去加上歌唱当中的这个音调的一个声音位置 放上去 比如说是 E 太下人 太下人走过 不见旧眼色 你看 这个细腔味道是不是出来了 我们一起放到歌曲当中 来练一下吧 不见旧眼色 太下人唱着心碎的笔歌 太下人唱着心碎的笔歌 爱我 西木齐 西木落 谁时刻 是不是声音状态就立马找到了呢 任何一首歌曲呢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哦 也可以加上屏幕下方的微信联系方式 加上我之后的话呢 你把你唱的戏腔歌曲 分享好友过来 给我听听 我来给您听听看 你的歌曲当中方法是否有利用 对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赶紧练起来吧 下期再见 我是野曲 拜拜